台南小东山庙新寺起见签佛法会 希望大众都能够同山法义 以开启后学秉承东山丰治 法脉相承庙义勇开 新元天地的小东山庙新寺 今年依循着历年的传统 在大年初一至初三礼拜签佛 让各地的信徒在新春期间 回到寺里礼佛祈愿 我们寺里为什么要举办这个礼拜签佛的活动 这是说因为平常我们的信徒都有工作 要在过一个职场去服务去工作 只有在这个春节之间所有的休息 但是我们佛教徒在休息之中 也不一定利用休息的时间 去一定到处去玩 他也希望说在这个春节之间 能够到寺庙所信仰的道场 想说我们妙心室的信徒和佛来 是里面面对的佛菩萨 礼拜签佛 祈求佛菩萨的加倍 住持传灯长老希望 信徒在祈求佛菩萨的加倍后 每个人都能消除业障 开智慧 借由众人礼拜千佛的功德 回向让普天下的家庭能够和乐吉祥 国家能够风调雨顺 国泰平安 所有的众生能够离苦得乐 而我们自身如果能在行住坐卧间 法随法行 自然也能离凡入圣 正性离生 法界新闻 蔡慕章刘明明 台南采访报导